嗨 忠實新媒體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們談論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 地震 哎呦 有沒有感覺帶遙啊 不過這幾天還是要注意 可能會有餘震哦 第二個 颱風 呼呼呼呼 不來了 但你要特別注意哦 海邊的風浪要鞭搭了 第三個 沙塵暴 眼睛好癢 會不會發生 5月中旬之前 還有機會呢 哎 這幾天 大家一定都非常關注 天氣方面的訊息啊 不過說到這天氣方面的訊息 我們就先來講一下什麼 先來講講昨天晚上的地震 昨天晚上的地牛翻身 你有沒有感覺到 呼呼呼呼 搖起來 結果呢 搖的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花蓮 南投 嘉義 為什麼 因為它最主要正央是在花蓮的受風 比較偏花蓮中間偏南一點 所以呢 最主要地震的感受到最明顯的地方 也就是在台灣的中部跟偏南部的地區了 北部的朋友也有感覺 像台北市的話 局部撤站有撤到三級的震度 其他有些地方是在兩級 好 那我們再來講講這地震 許多朋友都擔心 哎呦 會不會有規模5的餘震 會有啊 因為通常一般這種地震都是屬於板塊地震 也就是菲律賓海板塊下沉歐亞板塊 而造成的一個壓力 但這個壓力的釋放呢 哎 我覺得是好事 昨天Hoga仔放了一個5.8 放了一個6.2 我告訴你 如果都不放的話 那才恐怖 我們從大概從前年觀測到現在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地震能量都太少了 整個地殼下面累積的能量太高了 所以啊 相對之下 這個地震能夠出現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好事 因為至少地表下的能量釋放掉了 那許多朋友會問說 哎呦 那餘震會不會很恐怖啊 餘震其實還好 因為呢 基本上在東半部地區的 第一個餘震的量沒有十分多 第二個呢 餘震的強度的部分 不會比主震強 那當然 現在地震對於人類的觀測而言 當然還是有許許多多的盲點 因為人類的科技 還沒有辦法突破這些盲點 所以一般來說 地震沒辦法預報 那地震的話 最主要 我們現在說它是主震 但會不會有後面更強的 那這部分人類仍然是在 觀測以外的一個科學位置的範圍之內 但大家還是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你平常 防震的知識跟防震的嘗試 都要準備好 還有防震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地處於地震帶啊 你想想看 玉山可以到達4000公尺這麼高 花東縱古山脈可以這麼高 都是被擠壓 板塊擠壓而擠壓上去的 所以啊 我們台灣跟日本一樣 都處於地震帶 大家心裡面都要有個底 你這一生當中啊 一定會遇到災難型地震 只要你活的夠久 但你要重點是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怎麼保住命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餘震會游 這幾天我給大家幾個建議啊 山區的部分 如果你要前往蘇花 泰魯閣啊 花東縱古山脈啊 這些地方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比較大的地震震過之後呢 山上的土壤的石頭裡面的 這些鬆動的程度會比較鬆 加上最近又沒下雨 地表比較乾 這麼乾之下的話呢 相對的可能就會有一些石頭 容易鬆脫下來 像昨天晚上一地震完 不是花蓮泰魯閣就有石頭掉下來啦 所以提醒大家特別注意的就在於說 地震結束之後會有餘震 餘震發生的時候 你自己只要知道你家裡 或者你所在的地方 哪一個地方是最安全的 那這個部分你只要記得 不要讓東西打到你的頭 這樣你就可以保住這個小命啦 那當然還是一句話 防震的知識跟防震的嘗試 平常都要準備哦 因為我們台灣是地震帶 那你會說啊 這能量會不會釋放完畢啊 還沒釋放完畢 整個能量從三四年前累積到現在能量 持壓太多 我們希望一直有持續的能量釋放 那不要一次來太大 因為一次來太大 那真的大家會承受不了這個 這個能量的威力 所以呢 當然希望他能夠持續釋放 那對我們來說就是個好事 至少能夠把地表下的能量釋放掉 那我們相對之下 台灣就安全了 好再來講能量 講什麼講颱風吧 嗯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今年的2號颱風 現在這個時候他已經逐漸的在朝北走了 接著呢他開始在禮拜四的時候 開始要逐漸的轉北北東 那這兩天的話 他在菲律賓的東邊外海 你現在看衛星雲圖上你就會注意到 他現在出來的圖跟昨天就不一樣了 因為昨天的強度比較強 現在開始已經正在減弱當中了 也就是說 他發展最強的時間已經過了 沒有這個機會了 所以呢 相對之下在大家這個時候 颱風本身對我們有沒有影響 嗯 只有東部海域 南部海域風浪會偏大 呃台灣的陸地上啊 因為剛好在颱風的外圍下沉區 所以呢 都還是屬於一個比較晴朗穩定的天氣 但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海邊的風大 高山的風大 你這幾天啊 前往海邊或山區都要特別留意 哎 但講到中南部的缺水狀況 大家一定想說 哎 昨天日月台有下雨 好棒哦 下了7毫米 呃 拍謝啊 那個下7毫米的雨啊 只能讓那個土壤的表面啊 就好像你拿那個焦花壺 去焦你家的那個盆栽一樣 焦一點點哦 不要加太多哦 加一點點平的 啊沒有啊 水到土裡 土因為乾的 全部吸掉 一滴水都不會流到集水區了 一滴水都不會流到河川裡面 因為土壤把這些水全部都吸收掉 那你又說 啊那會不會持續每天都有 哦 拍謝不會有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兩天的話 颱風本身在上來的時候 下沉區在我們附近 我們是天氣晴朗 昨天的在禮拜天的這個 日月台下一點點的雨 那是5號陣雨 因為中午太熱30度 熱對流的發展之下 使得在日月台那個山區發起來熱對流 而造成一些局部的降雨狀況 未來兩三天呢 看起來機率偏低哦 所以啊中南部的切水狀況 漢象仍然要持續下去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到 現在缺水時刻啊 節約用水可是非常重要呢 但大家想說水不來沙塵就來了 哎呦前兩天那個沙塵暴 你看我的眼睛還有點紅紅的 因為我前兩天沙塵暴我又跑出去 結果搞得我自己都過敏不舒服啦 其實啊說到這沙塵暴 我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啊 因為最主要就在於說 蒙古的沙塵 在那4月5月份 在蒙古地區前面有低壓 通過後面高壓下來的時候 一揚砂起來 揚到了高空場之後呢 隨著高空的風場逐漸往南移動 在禮拜六禮拜天 大家就會感覺到這沙塵的量 哇非常的大 呃在金山啊萬里那邊的指數 甚至AQI值達到了154 而且其實對於大家來說 眼睛都會比較不太舒服 鼻子會癢癢 你會想打噴嚏 會想流眼淚 我昨天前天就有這樣的狀況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 在禮拜天的晚上的時候 你的狀況改善了 因為沙塵走了 天氣好轉了 那你會說 啊那會不會最後一波沙塵 不會哦 因為一般來說 蒙古的陽沙現象 就在4月到5月的時候 是最容易發生的 也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在蒙古那地區來說 冷暖空氣的交匯之下 容易把蒙古的沙塵給帶起來 那有人會問說 啊那這沙塵 會不會是現代才有 不是啊 我告訴你 在有人類之前就有沙塵爆了 這沙塵對於這個天空氣當中 還有許多海洋當中 一些微生物來說 這可是一個重要的營養炎 所以啊 這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那但是呢 在這段時間4、5月 大家只要看我們的氣象訊息 我們告訴你說 哎沙塵要進來了 那你自己如果是過敏體質的 你就注意一下 減少戶外活動 出門的時候 反正現在大家因為疫情 都會戴口罩嘛 那就戴著口罩 鼻子會舒服一點 眼睛的話 哎 你要不要戴游泳的眼罩 那你自己決定啦 我是沒戴 所以我眼睛今天有點紅紅的 就這樣子 因為昨天前天我都還要跑出去 那但是沙塵的狀況 到了大概5月下旬以後呢 隨著梅雨封面開始進來 到江南到華南 沙塵的洋沙現象 也就不會進入到我們台灣上空 機率隨著5月下旬就越來越少 就幾乎沒有什麼沙塵會進來了 也就代表北方的冷空氣 已經沒辦法往南走 我們的溫度開始變得更高了 好 講完沙塵 我們再來講一個地理現象 大家聽到最近 哎呦 這大屯火山群的岩漿庫 在我們的腳底下8公里耶 越來越近了 不要想太多 它本來就在那邊 那是因為現在人類的探測技術 比較好一些了 所以呢 能夠觀測到底下8公里 就有岩漿庫的存在 啊8公里什麼時候火山噴發 不要想太多 8公里你知道是多高 8公里就是那聖母峰 就聖母峰8848公尺 那麼高的高度 哎 聖母峰那麼高耶 你想想看 聖母峰的高度 也就我們地底下的地殼 有這麼厚的厚度耶 8000多公尺 你也等它噴上來 慢慢等吧 上回噴發的時間 好像是80萬年前 那下回噴發1萬年後就好 1萬年後你在嗎 你可能還在 我應該不會在 所以呢 你自己考慮一下 你要不要活到1萬歲哦 不用擔心火山的噴發 真的要噴發前 也有許多的狀況會出現 真的要噴發之前 會持續有地震 一天兩天的 每天都有地震 頻率從一天一次到兩 一天是5次10次 台北的盆地那時候 地震這樣一直增加的時候 才有可能 但你慢慢等吧 大概上次80萬年前 下次一萬年後 說真的我不會在這世界上 好 所以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 現在科技的發達之下 有些的觀測上面來說 讓人看到的東西看到的更細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哦 颱風在這個 這個禮拜的5之前的時候 它都是在我們東南方的海面 來來來來 跨過來 你看到沒有 請大家按下這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最新的資訊 什麼呢 忠實新聞網 切記哦 沒事就點一下 點完你就可以看到最多的信息 不管是節目的 不管是新聞的 不管是娛樂的 不管是各方面 你想要知道的訊息 忠實新聞網都會告訴你 切記 趕快按下去 訂閱它